第四十二八婆Basis 嗨大家我是咪薛 我是咧雅 我們今天呢 在台中的最後一天 然後有一間 我真的是耳聞已久 上次來台中呢 只能匆匆領了飲料 就趕快去趕高鐵的那間 讓我隱恨的飲料店 我們終於要來正式的喝它 它叫做 吃茶三千 欸在台中非常非常非常知名 而且也只有一間店 我那時候點了一杯之後 很多人跟我說 欸你應該要點 他們的國王珍珠奶茶 聽說是最好喝 那我上次沒有點這一個 然後這一間呢 一看就非常厲害 你知道它在各國都有據點耶 而且它在這邊是台灣旗艦店 有三層樓喔 台灣只有一間店 可是它在中國 新加坡 香港 馬來西亞 美國 很多地方都有分店 欸很厲害 國際品牌啦 國際品牌 然後後來我們一查才發現 它是吃茶小舖旗下的店 就是大家耳熟能想 那個童年店的頂級茶飲板 好 所以我們今天趕快來開箱 他們在飲料到底好不好喝 裡面長得怎麼樣 趕快來看看 欸你太多了 沒讓 當我好美耶 欸它整層樓 它整層樓幾乎都是 玻璃屋 玻璃屋 很美 真的好漂亮喔 但夏天感覺會很熱 他們還可以現場買一些他們的茶包啊 茶宴館 來大家走到二樓 哇 這個樹直接穿到三樓耶 欸 直接 往這裡面有一個洞 然後就這個樹 好強喔 整個很像博物館 很展覽館 這很多地方啊 都是打卡牆 都合飆那樣 非常的適合 每一個點 每個角落都可以拍出很亮的照片 對 然後一樓是可以坐著喝茶的地方 然後二樓這邊是站著 然後可以看樓下店員怎麼作業 往下看就是這樣 看到人來來往往生意很好 然後茶香味很濃喔 欸我們真的是一手進來 那個茶葉味真的好香好濃喔 它分佈在每個角落 對 那我們現在到第三樓看看 第三樓看看 這是一個 欸蠻適合約會的地方 對 女生會超愛的 我覺得這裡好適合穿那種 很文青的洋裝 很有氣質 很有質感 還蠻適合今天的 欸你今天顏色的很像 對 你可以 欸你過去你過去那裡 你說這個布嗎 跟它很像嗎 你跟它顏色很像嗎 我要融合在這裡 然後等下看其他個人上來都會發現我 淋水 喔好 這邊可以出去嗎 可以出去呢 它說是溫室環境 水手關 不可以攀摺花木 又不可以帶飲料進來喔 哇小葫蘇耶 哇 玻璃屋 好美喔 欸 這裡超適合拍MV耶 對啊 那不可以帶飲料過來 這個很重要 派個通道啊 我們小心不要去折損到這邊的花花草草 小心一個走 好美喔 很漂亮耶 欸如果是在那個中午下午陽光灑進來 超棒喔 真的是很舒適耶 有種有種都市裡的叢林的感覺 嗯而且很好拍照 因為我們今天天氣真的很硬 對 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話 他們也可以帶你導覽一下 這裡的一些小故事 店員都很熱心 對很熱情 然後也感覺很專業 很溫柔又很漂亮 小姐姐 然後樓上是一些展示空間 展示空間喔 這個不可以隨便來做喔 我們的通話板也是很美 有附製過的 就是森林性女孩啊 必來 我適合在這邊的牆 這個牆就是最有名的拍照牆 哇 大家都在這裡拍子 對啊 就是你有那種文青感 然後這邊也是味道很香耶 茶味 對 請問有推薦什麼嗎 那我幫您做介紹 那我們的畫呢 是採用客製化的點燈方式 嗯 那我們六盤基底茶 都是有通過 民進人ITI的心急榮譽 嗯 那您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挑選好基底茶 再選擇調味以及加料的部分 哦 對 那您的右手邊這邊 是我們的人氣招牌 那每天賣最好是這杯 我喜歡加多奶茶 嗯 我們加多試試招牌 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好好 什麼都想喝 選不出來 那這個好了 我們已經選到天荒地牢了 然後 最後我們選了什麼呢 好 我們所有點的飲料都到了 他們這邊呢 每一杯飲料都是 現點現脆的 所以比較酒一丟丟 等待時間會稍微長一點 但是 你可以上樓逛逛 因為樓上真的都還蠻漂亮的 真的是蠻適合來約會的 而且拍個照你就會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你的飲料早就已經做好了 對 就可以再下來喝茶 來 那我們這次點了五杯 來開箱試喝一下 我先來喝一下 他們這邊最招牌的 國王珍珠奶茶 國王珍珠奶茶95元 我上次點了另外一杯 然後所有人都跟我說 一定要喝國王珍珠奶茶 他們店員最推薦也是這個 賣最好的也是這個 我先搖一搖 因為下面的珍珠 摸起來就燙了 我想先分享的是他每一杯呢 都會給這個手提的杯桃 然後這種紙做的 然後這個麻繩 很有質感 這個我覺得自己也可以重複利用 還蠻棒的 然後呢 他們所有的大小大概都是這種中杯的等級 我先攪拌一下 它的珍珠好好吃喔 它不是黑糖珍珠 就是一般是一般的糖 因為沒有特別的蜂蜜味 對 但是咬下去 珍珠的甜味是直接爆出來的 然後又蠻Q的 國王珍珠奶茶不是鮮奶茶 但它就是很好喝的奶茶 它珍珠是偏Q的還是Q軟的 我覺得很Q的那種 你應該會喜歡的那種 然後我們點的飲料本身是輕盈嘛 應該算是半糖微糖的等級 因為它們是分完美輕盈跟油切 油切應該就是零糖的意思 那個茶香是有那種比較帶微苦的茶香 可是搭配珍珠吃起來真的很讚 欸我懂它必點的原因耶 這個珍珠真的有夠好吃耶 我等一下 我覺得我等一下去點一杯有珍珠的了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要點青銀 因為珍珠很甜 你點青銀才能就是更加勾出珍珠的那個甜 OK 接下來第二杯呢 我來幫大家試喝 又見檸檬塔90元 因為我是愛酸的人嘛 所以就我來試試 這個上面呢感覺是有一層奶蓋 然後下面呢就有一點點的那種不同的漸層 哇 有那個檸檬皮的香氣耶 鮮奶油 好吃的鮮奶油的那種 是鹹的嗎 甜大於鹹 鹹可能微微的主要是甜甜的感覺 我喝起來好像沒有那麼酸 但是對它來講可能會很酸但也很甜 然後它那個檸檬皮的清香 還不知覺帶一股那種花香 真的很像在吃檸檬塔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那個放雞朵 挖在上面那個感覺 有吃到檸檬塔本人嗎 30-40%檸檬塔 30%檸檬塔 因為它沒有塔皮嘛 但它有檸檬塔裡面那個香氣 還有那個高級感有出來 因為通常檸檬塔一個也不便宜 對 然後又做得很漂亮 有覺得在吃那種東西 它們意外的很搭耶 因為我原本想說 它們可能會各自是自己 但是它們會融合在一起的那種 然後就會變得很好喝 變得很像甜點 下一個也在喝它們也是算電影的招牌 是水仙桂花蜜 水仙桂花蜜80元 是比較偏純茶加上桂花蜜而已 然後它只能做全蜜或拌蜜 超香 桂花香很濃 感覺你剛剛經過一個桂花淋嗎 就是桂花蟲 然後再加上淡淡的清茶的香氣 這個真的是沒有負擔的飲料 而且它這個喔 我剛剛看了一下 裡面沒有什麼桂花渣渣 很多外面那種桂花蜜的飲料 都會有很多桂花渣 雖然你吃到的時候會覺得它很真實 可是你當你實際咬到那個桂花的時候 你說實話會有點不爽 對 但它這個就是感覺很像我咬完桂花之後的香氣 但沒有不會咬到東西 那這樣還蠻加分的 對我覺得很讚耶 它感覺是很清爽的一杯 所以夏天應該很適合喝 好好喝喔 接下來這一杯呢 它是有奶蓋的 絕名子 紅烏龍加奶蓋慕斯 80元 我自己就是很喜歡絕名子 它賣茶會出現的那種味道 來試看看 他們家的奶蓋 是跟剛剛的那個檸檬塔是一樣的 都是比較甜的那一種 可是是很好吃的甜奶油會出現的味道 不會覺得好油好膩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尤其是搭配茶會剛剛好 很不一樣耶 你說紅烏龍的部分嗎 嗯嗯嗯 不自覺還是會有一個花香清香感 就覺得你現在在一個花園旁邊喝東西的感覺 它喝起來是很順 然後不會色 可是又會蹦出花香 絕名子的感覺有一點點 但是跟過去吃到的絕名子我覺得都不一樣 第一次喝到這個味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它讓你覺得很真實吧 然後不會搶風頭 它其實有一點是在旁邊蹭著你而已 它不會沖出來的那種 因為其實麥茶跟絕名子 他們獨有的味道通常喝的時候就會沖出來 他們比較沒有 它比較像是融合它裡面的可能那種烏龍啊 的味道融合奶蓋的味道 大家融合得很好 對 對 他們沒有誰是誰 他們很團結 好 然後最後一杯呢 是他們的芋頭系列 慢熟濃郁鮮奶 125元 然後芋頭系列也是要等更久一點 它是有鮮奶加上芋泥再加上小芋圓 這個鮮奶呢還有特別說 因為它的名字很特殊 它叫什麼 A2BetaBlaBla鮮奶 然後這個鮮奶特別在哪裡呢 他們是說這個鮮奶呢 是給乳糖不耐症的人也可以喝的 有這種奶喔 我第一次聽到欸 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很厲害 所以這個加這個鮮奶就會變得很貴 他們店裡也只有這一種鮮奶 其他的就不是純鮮奶 那就下面喝著之前要嚼一嚼 欸芋頭味好濃 好像是因為跟芋泥稀的關係 其實很多那種外面賣的那種小芋圓 它其實是會有地圓加地瓜圓 我覺得我完全只吃到芋圓欸 喔對阿 它應該是沒有加地瓜圓對不對 它應該沒有地瓜的齁 就完全就是完美的芋頭鮮奶的味道 就是給芋頭控啊 好好喝喔 但它的奶有不一樣嗎 就是好喝的鮮奶 好 我沒有感受到差異 可能要請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來喝喝看 看你會不會不耐它 好 嗯 路頭不耐症 那它的芋圓也蠻Q的是不是 也是走比較Q的路線 它的比外面的芋圓再小一點 我覺得芋圓大小大概是珍珠的大概一半 那種感覺 可是咬一咬芋頭味很濃 然後它的芋泥呢是有塊狀的 可是一咬它會化開閃開 我蠻喜歡的 雖然是它的完美比例但不會太甜喔 應該也算是半糖的程度 嗯 我覺得因為我才喝兩杯飲料 但是我覺得這兩杯給我的飲料都是 它們都會帶一股清流感 花香感 但那個花香感是自然 是不濃的 是淡淡的 是融合的 是低調的 我不知道你們的形容好多喔 你喝了之後你會覺得自己突然變得很文青 很有內涵 我懂嗎 你們自己來喝啦 我覺得真的有點不一樣 它們都會蹦出你外面喝不到的味道 然後而且都是我會喜歡的 然後我這邊喝的大部分就是有奶類的 或者是有加糖的茶 但是呢我覺得愛喝茶的人 來到這邊點純茶應該會很滿足 你走進來這邊的茶的香氣 跟很多那種賣茶葉的店 是類似的 高檔茶葉 對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客製化這點很有趣 就是其實如果你就是想要當一個 欸我就是非主流 我想要自己自己研發我自己最喜歡的飲料 你可以自己搭配 嗯 我覺得很棒 對 那第一次來的話 不知道點什麼參考我們的影片 我每都是參考它的推薦名單 來久的人就可以自己配 然後我覺得珍珠真的很好吃 也可以點那種無糖的純茶然後加珍珠 感覺超讚 很讚 這間店就是難怪它這麼紅 雖然挺貴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就是一個月來犒賞自己一次 蠻棒的 它有反映在整個裝潢然後整杯飲料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不會覺得真的太貴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來開箱 在台中的赤茶三階的概念館 如果有來到台中的話可以來試試看 嗯 喜歡見影片就不喜歡 在第五名的影片可以喜歡哪 有什麼享受的話選我們贊助點訂閱 然後告訴我們 記得要幫我們去發明這個Facebook 想支持玩家挑選囉 那我們下次來見 掰掰 我們今天講的話是不是有比較起身 輕生細異 你在這裡不能當三八跟八婆你知道嗎 我們就這樣 沒有啦我最漂亮 沒有我最漂亮有點多 掰掰 掰掰 OK